欢迎收看投家看台北节目 我是主持人席会 这几年来由于内湖科技园区的快速发展 交通问题一直是内科人头痛的问题 那每天上下班的时间 连外交通就是整个大塞车 就连搭捷运也是要等好几班才能够挤得上去 所以让内科园区的12万的上班族 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为了改善这样的情况 其实前阵子市长还有交通局长 也都抛出了一些构想 但却是又引发了一些民众的批评声浪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邀请到两位来宾 要来为大家来探讨一下 就是内科交通大打劫的原因 还有就是到底有没有一些可行的解决方式呢 那首先就为大家介绍第一位来宾是我们台北市议员吴市政 欢迎吴议员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欢迎 那第二位是我们台北市交通局综合规划科的科长黄慧如 欢迎黄科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我们知道就是那个议员您本身是港湖区的议员嘛 那对于内科的交通的问题啊 其实是应该是非常的有感哦 那可不可以跟先跟我们来说一说 就是说其实那边的塞车的问题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严重状况呢 其实如果说内科的塞车 一定要考虑到它的先天的问题 那当时在内科园区的规划是轻工业区 所以原来最早最早的计划是 什么修车厂之类这种需要大空间的地方 那后来因为不合时宜嘛 就把它改了 改了变成这个科技的发展 那科技的发展 就需要很多的科技人来上班嘛 那就不只是那种修车厂那种空间 就是很密集的工作空间 所以这是先天上就会这样子 然后当时的规划跟后来来工作的人 我们原来可能几万人 那后来已经到八九万人 现在听主持人讲已经到十二万人了 所以你原来的规划跟你现在的落差这么大 这个就是先天上它一定会造成阻塞的原因 那当时的规划呢 这个也是道路也 所以不是很宽阔 那当时的规划跟现在的需求的差距就在这个地方 道路也好或者工作人员的数量也好 都跟原来不一样 所以基本上这个现实的环境就先是这样子 所以就很难处理 那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就是人太多 路太少 路太少 就是车太多 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它拥挤的情况的话 就是说因为你本身就是内湖区 那内湖区的话 其实应该会有很多的民众跟您反映说 哎呀我就是要上下班的时候 真的是可能是我们大家或许是大家都涌上班时间 大家都涌进去 它可能是另外一个另外一方面出来是还好 可是坦白讲如果说它是刚好有遇到的时候 遇到说那个尖峰时间 那个其实状况是很可怕的 那有没有就说一些民众他有跟你反映 然后到底塞车多么严重呢 其实内科刚开始几年就已经反映很严重了 那我们我也亲自去处理了几个状况 第一个就是把原来的环东提顶道路把它扩大 原来的规划就是刚才讲的 不是那么容纳那么多人的 所以那个道路是蛮窄的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非常大的安全岛 然后大家塞在那边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道路不拿出来用 那中间一个很大的绿地 那那个就是我叫请同仁把它删掉的 把它缩小 你至少道路面积要多一点 那第二个我后来做的就是 当时有很多办公大楼 他当时盖的时候是有申请停车奖励 就是说我提供一些车位出来 然后那你给我一点容积奖励 那结果呢那等到大楼一盖好 内科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些奖励的车位都不见了 就是他自己留着用 他不公开了 所以我那时候请市长去清查 查出来之后原来有很多停车位并没有贡献出来 那我们就请市府同仁下去把这些通通要这些企业单位 大楼的管理单位通通放出来 放出来以后那车子才有办法进去 那稍微做了疏解 可是那个我记得那个已经是大概 内科刚开始的那几年 那已经大概有十年以上 所以在这十年又增加了很多的业种 很多的工作人员 很多的车辆 因为现在也大家一个家庭好几台车 已经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刚才讲的 它的道路的路幅 它的这个规划 原来都不是要适应这么大的环境 这个问题很严重 很严重 而且是越来越严重 真的 那其实刚刚议员就有提到说 可能道路的使用还有停车的空间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像我们也想要问一下就是科长 其实像交通局也有针对就是内科 他会拥塞的这个原因 有做出了一些研究 然后去了解说 为什么除了就是说像说人越来越多的状况之下 然后其实其他还有一些周边的一些因素 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就是帮我们说明一下 其实这段期间我们针对内湖的问题一直在探讨 其中有部分原因的确就如同议员所说的 本来人口成长以及产业聚集的一个影响 然后再来就是本身内湖它本身的一些条件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内湖区这是内湖区最拥塞的地方 主要就是在以内科为中心呈现一个拥塞的状态 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内湖与市中心它是用合格开的 北边是用三格开的 也就是说无论是要到内湖这边来上班 或者是内湖在地的居民要出去都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它要步就是要透过桥梁 要步就是要透过隧道 可是其实这在所有的那个道路工程的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而且也因为地形的限制不是说 每个地方我们必须要做 想要做桥梁就能够过的区 比如说以松山机场就刚好临近在这个位置 因为有航高限高的一个问题 导致说在中间有一个区域 它是没有办法再新增桥梁的 就是因为高度受到限制 然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地方它进出无论如何 就是一个穿山越合的一个状态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内湖区这边出了产业人口 居住人口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情况 以台北市现在大家都知道 其实台北市人口几乎是零成长 从过去可能十年大概从262万成长 到现在270万的一个总人口 可是我们看到在不同行政区的移动 主要的人都移动到了内湖区 也就是我们看内湖区成长率的这条线 连高于台北市 就虽然整体零成长 可是内湖是在成长的 因为其实内湖目前还是有很多的新规划的一个重化地区 然后的确也吸引了更多人选择到这边来居住 可能本身周边有山有河 有湖的一个环境 吸引了大家来居住 也因此在居住人口变多 同时也会带进来更多的汽车跟机车的一个使用 这个是在居住的部分 然后这产业的部分其实也是有一个类似的现象 这产业我们可以看无论是二级产业 就工业类或者三级产业的服务的特性上都可以看到说 其实在整个内湖 它的就业人口占整个台北市的比例 在这十年间其实有非常大幅度的成长 早期内湖大概占所有行政区的就业人口 大概占百分之六左右 可是在这十年整个大跳升到一百年的资料 在整个在这边就业大概占了百分之二十 都在这边就业 所以其实以整个无论居住就业人口的一个成长 在道路的条件其实在我们现在很难进行 做道路大幅的拓宽情况下 它本身的道路的使用密度是非常高的 也导致说在这个地方 大家普遍用车会感觉到用色的一个情况 然后再来说以停车 刚刚议员也特别关心到 就停车的那个停车奖励的部分 我们最近发现另外一个课题就是 除了一个是开放给民众居民使用的议题 可是我看他怎样提供给他自己的员工使用 我发现说而且内科很多企业 他因为他自己有很多停车位 他给他的员工是来停自己的公司是不用付费的 也就是说这会导致一个情况就是 他的员工可能会觉得说 我停车奖励不用钱 那我就开车来吧 然后所以也诱使了更多人开车来这边上班 所以这个是现实上面临的一些情况 然后大家也都会很关心大众运输的一个部分 然后内湖他的大众运输条件其实就不够好 我们可以看到说这边是我们的捷运路网图 其实内湖内科这一带主要就是透过文湖县来做服务 可是当进到文湖县它主要的一个转成点 就是在中校复兴跟松山县的松山南京这两个站 可是这两个站大家都知道 它是文湖县最塞的最拥挤的一个路段 如果说今天所有要进到内科的人选择搭捷运 都必须要经过这两个最拥挤的一个路段 其实它对于民众的使用的意愿是会降低的 然后再来是看整个捷运路网的一个形态 这上面标黑点的都是指说 平常早上不会有人从这个点上车到内湖来 我们可以发现整个淡水线几乎不会有人这样子搭 为什么呢 因为它如果这样子搭 它必须要转成捷运转两次 从淡水转松山再转文湖 所以其实它无论在时间在金钱都是非常花费很多成本的 所以根据我们实际的依据使用的进出记录来分析 也呈现了这个事实 大家对于这个捷运路网 它的确是没有办法满足内湖这边的一个需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认为说 真的是内湖在交通的层面上 有很多课题必须要解决 无论是从私人运居或者从大众运输 内湖它都有一些它的限制跟困境在 是我们后续要处理的 是对因为刚刚科长讲到那个捷运的部分 其实我就很有感觉 那虽然我是住在文山区 那我每天就是都是搭那个文湖线通行 那从以往就是说 只有没有到内湖只有到中山国中站的时候 哇那个差好多 后来通到那个内湖去的时候 就那个 那个接峰时间啊 中校复兴站几乎都是上不来的 它都要等好几班好几班 那后来是松山线通了之后 稍微有平均一下 可是像我自己下班时间也是一样 从中山国中站回来的时候 其实也都是几乎都要等好几班次 对所以真的大家就是不管是塞车 要不然就是坐捷运 坐捷运塞车就是挤 就是塞在上面 然后坐捷运的话就是怕挤不上去这样子 其实真的都很辛苦 那刚刚就是科长就有就是分析了一下 就是说交通局这边就做了一个了解说 为什么内湖这边 内科这边塞车 那不晓得说那个议员听完了之后 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对就是 因为我觉得先天不足是最大的问题了 那因为目前只有一个捷运经过内湖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要求 那这案子也送到行政院了 就是这个民生系纸县 就从民生社区跟系纸中间 我们内湖就在中间 能够有一条新的捷运 能够疏结这样子的人潮 那不过盖捷运很花钱 而且很花时间 那案子也还没有完全定案 所以他们的预估呢 大概要13年到15年后才会有可能盖了 那这捷运的问题 那其实这会很大的疏解这个问题 不过因为碍于财政的问题 可能也不会那么快 那再来就是桥梁 那我们也在很多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一再的建议 就是说跨基隆河的桥梁 就是从内科 因为那棵对面就是松山 就是松山塔优路那附近 就是那个地方是 也是河边 所以人车都少的地方 那我们希望有个桥能够盖过去 那当时的答复就是说 因为腹地有限 现有的防射 现有的道路 你要再盖一个桥的话 那它你这个引道的部分 没有那么没有办法做 当时给我的答案就是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是土木的外行 那我们都觉得反正 工程上没有什么不能做的 看你怎么做 你的决心有没有 或者是你的预算有没有到位 那我们一直很希望 因为陆幅真的有限 然后现有的防射又在那个地方 你没有办法做扩张的话 你可能做一些轻微的改善而已 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是希望说第一个捷运 第二个就是桥梁增加桥梁 第三个当然是看看是不是 既有的桥梁或既有的道路 有没有办法再拓宽一点 再拓宽一点 不过说实在这个都是 只能说治标不治本 那就是只能增加一点塞车的容量 大家继续塞在桥上 因为量跟你容纳的差太多了 你一定会这个样子 那这个涉及到 就是说你交通的问题 是因为这个开发的政策 所带来的 那你要在交通上面 做整个的改善的话 不太可能 你除非好 你限制 限制工作人员进来 或者是限制加速的成立 或者要他调整上下班时间 这都是就是 等于说你为了解决交通 你要限制这个产业 也许有帮助 但是人家民间单位 愿不愿意配合 对 他不是你一个命令 他就全部动了 这个我们这个社会 不是这样子运作的 那所以方法当然会有 那但是能不能够解决问题 那目前看不出来 有解决的办法 那我还是比较偏好就是说能够盖一个桥 通到松山那边去 那如果说在这个地理环境上的限制的话 看能不能够突破 要不然就像刚才课长讲的 你进来要跨河 然后后面有三档住 你怎么走就是这样子走 对 你没有办法突破 对 那其实刚刚就是两位也有提到 就是说内科他拥塞的问题 就是除了产业快速的一个发展 还有就是他整个地理环境的一个限制 所以看起来好像要解决这样子的一个交通问题 其实真的是要有一个比较通盘性的一些规划 那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待会再继续和两位来聊一聊说 到底有没有 还是有没有什么可以解决的一些方式 这样 这就是环保标章啊 这样就代表你可回收地乎人不省资源啊 我怎样才能找到那些去售产品 根据设商店啊 你看 水山鸡 烊冰箱 烊冰箱 冷气筋 烊冰箱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就是环保主正正的环保标章啊 想到这个东西的环保标章啊 可回收地乎人省资源 环保标章是个家园 哇 想到 家庭收支调查开始咯 几日请将在全国进行抽样调查 你好 我是家庭收支调查访问员 你好 访问内容是什么呢 有以下五大项哦 为什么要调查呢 是为了制定更好的社会福利政策 造福你我啊 这是我的证件 这是公文 那我们的信用 保证不外泄 我保密 您安心 敬请支持 小意思 搬家时 您找的是合法业者吗 合法搬家业者应使用绿底白字的车牌 并注意是否有汽车运输业的营业执照 职业驾照 以及贴有货运工会印制的 搬家货运职业贴纸 消费者应与业者签订 搬家货运定型化契约 保障权益 合法营业货车 安心有保障 欢迎回到投家看台北节目 那刚刚上一段的时间啊 我们的议员还有就是我们科长 其实都有做针对就是内湖科技园区 那边的一个交通啊 到底为什么会这么有色 有做出了一些分析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交通局这边也有举办一些 公民参与的活动 有收集一些民众的一些看法意见 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 就是跟我们说明一下 我们其实在去年 就是除了我们自己分析 内湖的交通问题之外 我们也有办理一系列的 公民参与活动 其实在整个办理过程中 我们除了可能大家比较知道的 那种所谓工作坊的形式 我们中间还加了机场 open house 就是我们直接进到社区里面 像我们有在西湖市场 以及在那个内湖运动中心 分别针对居民 还有针对在这边的上班组 去面对面的讨论问题 然后其实在整个讨论的情形 大家普遍也都认同 我们交通局之前分析出来的 几个课题 可是同时也提醒我们 还有几件事 就是违规停车的这件事 其实违规停车 它本身只要有一台车 可能违规停 其实就是减少车道的 一个利用效率 所以在违规停车这件事 就是很多跟我们互动的民众 都会特别去提到说 这个如果可以做更强的处理的话 是可以对于道路的交通顺畅有帮助的 然后再来可能比较长期的问题 我普遍会认为说内湖区 它本身的行人环境不够友善 所以其实它在使用 无论它要用U-bike或者是用去搭捷运 其实它的行走空间是不舒服的 所以它本身也会造成说 它使用捷运或者请家公共运输的意愿比较低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讨论过程中 从七大问题变成九大问题的一个方向去做处理 也因此在我们两阶段工作坊 其实在工作坊中也有讨论出一些共识 当然大家都还会觉得大部分的事情要政府 就是我们交通局这边要来努力 要来做很多事情 这个我们也都还在努力当中 无论是从车辆管理 还有整个道路空间的设计 以及大众运输结果 这都是大家关心的议题 可是大家也会同时提到说 以内湖这个区域来说 其实很多都是科技业的企业界 然后其实在国外会有很多 很多可能鼓励企业员工的一些 可能无论是弹性上班 或者是提供给员工自己交通的接驳车 或者是给员工大众运输的交通费的一个方式来做处理 所以其实台湾的企业为什么不可以 所以会有很多人提到这个问题 希望说我们应该要努力的去跟企业谈这件事 就是其实以企业来说 这可能也是拿留住人才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个部分 以及无论在居民在学生 其实一些小小的调整改变一些生活习惯 每天以往可能骑二十次机车 或许其中几次可以用其他交通方式去处理的做一些微调 其实大家都可以来为这个内湖交通来做努力 然后当然前提是我们政府要提供给它好的一个环境 这是必要的 然后在第二阶段工作坊 其实有更具体的一些措施 这后来也都 我们有针对这些措施在进行分析 比较可行的就纳到我们后面的一个执行方案里面 所以当时在跟居民沟通还有 其实有些是在这边的上班族 我们邀请的对象有上班族有居民 都有来做参与 其实会有很多措施是 在场大家认为是可行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一个方向 这也跟我们后来拧出来的一个策略的一个做法 是蛮像的 无论是从车辆的使用效率 还有连外道路 以及刚刚提到的跟企业同来改善内湖交通 以及未来轨道运输的再规划 这件事或许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工作 可是如果说我们现在不赶快开始启动 未来我们要等的时间会更久 以及现况包括公车的一个服务 以及机费方式 因为其实刚刚提到内湖它转成很多次 其实相对也会反映在它不断的被收费的件事 所以其实收费系统的一个里程记费的合并的一个机制 只是对内湖这边尤其比较外围是有帮助的 然后再来就是无论从行人自行车 这都是长期必须要努力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段过程执行下来会觉得说 应该是我们以前也都会有相关的政策跟居民沟通 可是或许透过不同的沟通管道 我们可以得到更多不一样的声音 像可能有些习惯来参加说明会的居民 他跟我们办工作坊会来的族群是不一样的 可是或许我们过去不同种做法 可能有些族群会被忽略了 所以应该是说我们后续在办理应该是形式会比较多元 重点还是我们要得到不同族群的一个声音 让原本以往不习惯发生的人也告诉我们他们的需要 是 好 谢谢那个科长的一个说明 其实举办这样子公民的一个参与的话 就像科长说的话 可能他更收集不同的一些意见 所以也变成从七项位变成九项位 还有更多的意见纳入进来 那对于就是说交通局举办这样公民参与 那不晓得说议员的意见怎么样 首先我想这个科市长一直强调公民参与 那必须要澄清的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民主社会 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政府的行政一向都很 必须要听到民众的声音 所以在科市长当台北市长以前 其实各级的政府 在行政作业上都有这一环 只是没有特别去强调或特别去喊出来 公民要参与 那事实上任何一个政策的推动 那现在就是跟民众相关都必须要办说明会 甚至公听会等等 你没有这个程序是这个案子是不能推动的 很多地方的规定是这样的 所以公民参与一直都有 那只是没有说像科市长讲的这么 好像很多事情他都觉得应该要公民参与 那但是公民参与呢 当然有好处就是说 果然提供一些是我们专家 或者是我们这个常任文官 没有想到的点子 那的确一定会有 但是我相信就是说不是会那么多 因为一般没有专业的 他想到的就是他接触到的 他如果没有接触到 他不会想到说你这个政策下去之后 后续会造成什么后果 他不会想到 所以说公民参与呢需要 但是你怎么个参与法 你如果让民众觉得说 你这么重视我的意见 那我提出来的 你也觉得有可行的机会 那事实上有很多时候是 官员也不好意思就直接把你打枪说 你这个点子不行 那只好大家就 好我们纳入研究 可是光办这些活动 然后他们提出来的建议 他们觉得政府有在听他们的意见 那但是为什么都没有做呢 为什么这样子好像在呼隆我们 因为他会觉得我提出来的点子 你们也觉得很好 为什么不做呢 那问题是政府要施政 他必须要所有环节都想好 然后这个方案全部都拟好 然后还要再来问一次 然后再能推动 才能免掉很多其他问题 不然你推这个 然后这个问题出来 你推这个问题出来 那是政府的作业 那居民提出来很多的东西 是很有点子 比如说企业怎么样配合 那这个就完全不是政府能够做的 所以我觉得公民参与当然需要 以往也有 那但是不能说让民众有错误的印象 就是说我们的建议政府一定会做 因为我们毕竟民众不是专业的 那很多事情除了交给专业之外 还要就政策上你要负担起政策的责任 这是民主国家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象征 就是我是你们选出来的 我要对你们负责 所以问题我要来扛起来 我要解决 而不是说你告诉我你要做什么 我就去做 那能不能做呢 或者是做了会不会有更多的问题出来 民众不会知道 他也不应该负这个责任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 就是公民参与不能无限上纲 那他们提出来的很多意见 当然有参考的地方 但是说有的时候民众是不会说 我提的你为什么没有做 他反而会很不谅解 他觉得可惜 他应该做这样子很好 问题是没办法做 我政府受限于这个公权力也好 或受限于这个地理环境条件也好 我没有办法照你的意思去做 那民众会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 所以会把期望值升得很高 甚至很高对于未来政府的施政的推动 那并不是有利的 因为这反而会让民众不信任政府的 就是你讲了半天说要尊重我们 结果没有办法 为什么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市长或常常会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 他自己的想法跟专业的想法 不相容的时候怎么办 比如说你以内科这样子 人这么多车这么多道路这么窄 公司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你应该着重的是大众运输 大众运输能够怎么样增加这个效率 这个方向应该是没错的 那你怎么样让民众来多多利用 这个方向也没有错的 那但是呢 那科市府一上任之后呢 各位是不是那个U-Bike取消了 前面的30分钟优惠 你优惠取消一定会造成使用量流失 那你希望他多用脚踏车 你又把它驾涨了 那不是很奇怪 不是矛盾的政策吗 然后最近呢 这个也通过了 也通过了市政府的提案 通过了要公车要涨价 那你要大家来坐公车 你又把它涨价 那甚至捷运转成的事情 那市长一上任就说 他要检讨他要考虑取消 还好他只是在考虑还没有做 那你再取消的话 那大家对于搭捷运的意愿又更低了 所以你这是矛盾的东西 但是你同时在推 那再讲到说 刚才民众觉得说 这个违规停车 如果能够强力执行 所以市长一开始也做了很多 希望强力推动 推动很多远警上去站岗啊什么 他甚至还希望用监视器来 来举例围庭 你原来是希望减少这个 但是你这么多的人力投下去 那这些警察 他别的事情怎么办 那牵重到警政的问题了 然后后来他又把所有警 很多来不是说所有 很多警察对于交通的协助的工作 全部取消了 所以这一阵子 为什么大家挤成这样子 因为他通通取消了 所以就很奇怪 就是他自己的想法 他觉得应该要使用者付费 应该要减少警察的业务 这都对了 可是你一旦跟别的交通的问题 凑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变成矛盾了 那好了 那现在就这样子了 所以我觉得那一科的 你要增 你因为量这么大 人数这么多 你必须要从大众运输着手 所以你就要奖励 你应该要降价 或者是增加这个班次时速 你要对大众的运输来做处理 你不要再去弄一些别的东西 矛盾的政策来出 在同时来推动 那就互相抵触 是 对 确实 讲到这个是很有意见的 对 因为确实真的 议员点出一个很真结的点 就是说其实他希望说 可能说使用者付费 然后就是可能你要收费 提高收费 可是就是我们也必须要鼓励 那个大众运输工具 多多的使用 然后可能针对个别的一个区域 做一些优惠 那这个部分的话 不晓得说就是刚刚 就是医员提出这些点 不晓得说像交通局这边 他是不是有在演你说 譬如说像优惠的部分 可能像刚才也有提到说 就是这一次的公民参与之后 也有抛出一个议题 说可能他要把那个上班时间 去稍微做一个 上下班时间做一个戳开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不是有一些提供一些奖励 或诱因 不然的话就像议员说的 那不见得企业要去做 这样子的一个配合 首先针对那个 大众运输游会的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也有注意到 像我刚刚说的 进到内湖可能转程好几次 或者是两端票或几端票的因素 造成说他付费实际支付的费用是很高 所以目前交通局也是在进行整个公车 还有捷运的计费制度的一个重新检讨 就是希望说未来是朝向说 因为现在电子票正无论是游游卡或者一卡通通 都有相关的记录 其实在技术上是可支援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可以考虑说 未来不同运距离之间是跨里程的一个机飞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长期目标 首先先从公车先试着去打破这件事情 那真正使用者他付出的费用是更公平合理的 那再就是去考虑说高频率的使用者 像可能每天通勤都会用到大众运输的人 他是最应该被优惠奖励的对象 所以这也是我们目前也是配合一起在研究说 希望可以建立所谓的通勤月票的一个制度 来让这些人的负担降低 因为其实鼓励大众运输真的是一个城市发展很重要的一环 无论世界各国都是同样的情况 那像如果说就是错开的那个他的上班的时间 以前这个部分的话呢 现在错开上下班时间 其实在这段期间我们也得到很多不同的声音 会觉得说 那个企业他有他自己的运营模式 很多并不是说我们在这边喊错开就会错开的 其实我们也理解这件事 所以其实我们之前在提出这个议题 我们后面会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 去跟企业讨论相关的诱因 其实同时就是要去建立诱因的机制 像我们可以看到国外的一些做法 像新加坡 他其实也有类似的做法 可是他的政府是有参与的 也就是说我今天鼓励企业提供弹性上下班 可是政府会去提供一些协助 可能就是一些奖励或者补助的一个机制 或者是说我鼓励他使用自行车的话 我就去补助企业设置相关的领域间相关的设施 所以这一方面希望企业座 政府可能也想对应要提供一些资源 来建立这个诱因 所以我们目前市府是打算说 在今年的时候会跟内湖的一些 在地的一些标杆企业 针对先来讨论说 我们政府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资源 可以使他愿意去朝向这方面去尝试 然后像国外像美国也有一些做法 像Google他在旧金山这边 他就自己提供给员工交通车 然后政府也去鼓励他做这件事 所以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手段 可是当政府可能没有提供一些推力 或者诱因的话 其实很多企业还是不会去思考到这个层面的 所以这可能是在这一块 后续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谢谢科长的说明 那其实刚刚就是两位也有提到一些 就是可能就是在这个交通 解决那个内科交通问题的一些政策的一些 增结点然后还有可行的一些方式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待会下一段再来继续和两位来聊一聊 下有货到的时候发票开格 我们都已经那么便宜了 没在开了 货运时你找的是合法业者吗 合法的货运业者应使用绿底白字的车牌 并注意是否具有公司执照及货运营业执照 还有职业大货车驾照 消费者应与合法业者签订托运契纪约 才能保障权益哦 为了保障合法业者 先紧联合取缔 非法违规营业 合法营业货车 放心送道福 幸福平安满分 啊 祝福平安满分 啊 祝福平安满分 你还尾哦 你不知道上下车要两分次开门吗 在这 第一段 开启车门10公分并转头确认后方 第二段 确认无来车后 再完全开启车门上下车 这样鸡不鸡啊 我好鸡抖啦 上下车辆活流神 谨记两段式开门 欢迎回到投家看台北节目 那刚刚上一段的内容 其实我们议员还有就是科长都有提供 就是一些解决那股科技园区的交通问题的一些想法 然后还有就是希望说 其实可以从这个提高就是大家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一个意愿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 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交通局这边也有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配套的一些改善的一个方案 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就是帮我们说明一下呢 这边先大概说明一下 其实我们针对内湖的交通改善方案 因为我们知道内湖的问题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其实它改善方式也要从各个不同的层面一起来做处理 当然最重要的是大众运输 然后大众运输的部分短期 包括我们今年会上线的快速公车 还有再强化捷运接驳的一个功能 因为毕竟进到内湖可能主要还是要透过其他的捷运线来共同帮忙 那比较长期的部分 的确内湖以现在文湖县来说 它无论就现在或者就未来预期内湖还会继续成长的一个情况下 它是不够的 所以针对内湖这个地方势必还要再考虑它未来的整个轨道系统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认为说这都是重要的一个重点 然后在道路的部分的主要就是 其实前阵子可能过年前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包括过年后 见景率还有路口进口对于整个道路系统顺畅的影响有多大 所以第一个重点我们就是放在交通大执法 主要就是针对靠近路口的路口进口 以及靠近路口的围停 这些特别容易影响到整个道路顺畅的地方来做优先处理 以及针对内湖这边 其实它最大的瓶颈主要是在旧中港前这个地方 以及提顶的这个位置 所以针对几个主要的瓶颈点 我们还会再去做整个设施的调整 包括分隔岛 像提顶那边还是有一段有检讨的空间 我们应该会在今年的上半年就再把车道做一些调整 把分隔岛做缩小 然后比较长期的部分 包括陈美桥跟陈宫桥的一个拓宽的一个处理 然后其实这也是因应现在可能港前桥 要新建一座新的桥是比较不容易的情况下 我们优先从既有桥梁的改善来做处理 而这两座桥梁都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下到内湖端跟南港端都有三个车道 可是在桥面上只有两个车道 也就是它本身是形成一个漏斗的一个形状的问题 所以在我们会优先来检讨这两座桥梁的一个拓宽 然后在降低私人应聚的车辆使用 就刚刚有提到的可能就是会从企业面来优先着手 然后中期的部分我们会再来建立预约式的公车 还有那个共乘的一个媒合的一个平台 然后主要预约式公车就考量 可能在尖峰比较没有问题 可是内湖这边有很多企业它是可能中间 中间有出来恰工的需求 可是那时候公车却班次相对比较少 可能不是满足它的需求 造成说它为了中间可能必须要出来恰工 来跑业务的情况下 它最后还是选择从早上就开车去上班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中期大概在明年后年 也希望说可以辅导内湖这边建立所谓的预约式公车 来协助这一类的一个需求来做处理 是谢谢科长的说明 然后就是之前其实还有提到就是说 其实那边很多他很多人都是开车过去 所以造成就是说在桥上面就是搭塞车这样子 所以之前也有讨论到说是不是就是要提高那边的一个就是停车的收费 因为那边坦白讲好像就是停车费都还听说是比较起来是蛮比较便宜的啦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也有就是列入一个想法 就停车费的收费的部分 我们这部分原本针对整个台北市的公有停车场的收费 原本就有定期检讨的机制 会去看它的使用率来做调整 可是在内湖这边有个特性 主要其实它是民间的停车场比公有的还多 就是刚刚有提到内科这边 它因为早期奖励附设那个停车空间 所以它的停车位是非常多的 可是这部分倒是政府比较难着力的地方 尤其如果它又提供免费的情况 然后所以针对公有的部分定期检讨 然后针对私有内科的企业的部分 我们还是会朝向鼓励说 他可能是对他自己的员工来收停车费 然后把这些停车费去补助他自己的员工 使用大众运输 如果说他们愿意透过这个集资 一起来协助整个内湖交通的部分 应该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是 好 谢谢 那不晓得针对就是刚刚科长听到的 就是短中长期的一个计划 还有就是说可能停车费的一个调整的这个部分 议员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这个刚才听科长这样讲 我这边真的也要呼吁观众朋友 为我们的市府的同仁 这个要给他们多鼓励 因为他报告了这么多 这个我们大家听起来就几个字而已 但是他们要做多少的作业 那花费多少的心血在这个上面 那其实我觉得推动这些 当然都多少会有效果 那只是效果 效果的这个量 科长跟他们所付出的时间 人力 是不是值得 那我觉得这是 这个是市政府科市长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因为公务员就这么多 他就这么多时间 那这个点子这么多 方案这么多 他们到底哪一个是重点 他要把最多的人力 最多的时间 最多的精神放在什么东西上面 能够得到最大的疏解的效果 这个才是你要去做的 你要去做决定 你不是说同样这一批人 又要做大案子 大案子一大堆 刚才讲的说大众运输怎么样增加 或者是怎么样拓宽 那个都要作业 都要花时间去计划 去规划 去设计 去讨论 然后去做成方案 然后再研究 再来一次才能做最后订案 这些都要花时间 所以你要市府的同仁 又做这些 歧视这些 能够比较有效果的案子 应该要先做 那至于一些收益效果有限的东西 应该不要这么急着 催着他们 一定要赶快去做 什么一个礼拜 两个月 你要给我出来 没有这样子的时间 人力 然后你就算我投资下去之后 能够收到多少效果 那这个你市长要有一个优先顺序来考量 你不是说这个点子不错 这个人提的点子不错 你们下去研究一下 你们推动一下 那这个都要时间下去 你与其这样子繁星点点东一个西一个 你还不如政策性的决定 几个大的案子 最有效果的 这样子做下去可以疏解一万人 我们先做 这个效果做下去可能疏解一百个人 那慢一点做 你不要一直要他们公务员 你这个也要做 你这个也要做 那同样时间下去 而且还没这么多时间下去 没有这么多的资源下去之后 这个十万的可能 这一万的效果也没有做出来 这个也没弄好 就算他弄好他一百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解决 解决这个内科的问题也好 或者是整个台北市政的问题也好 你要考虑到这样子 你要考虑到说你的优先顺序 你的priority在哪里 你的时间 你的经费 你的人力要投在哪里 才能够有最大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是解决内科 不 不能说解决 减少内科的交通问题 要考虑的事情 不要急就张 然后东一个西一个吧 所有可以用的人力时间资源 都耗在这样子 这个漫无目的 不要说漫无目的 就是繁星点点的计划上面 应该要找出重点来做 是 对 就是要把人力也 花在这个刀口上面 然后提出它的最大的一个价值 这样子 对 那其实刚刚就是议员也有提到 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可能会动一个想法 就是冒出这个想法 那个想法这样子 那我记得之前也有就是提到 就说好像说想要 因为既然捷运 其实是一个能够大量疏解 这个人潮的一个交通工具 那好像也曾经提出说 想要把那个捷运 就是增加它的容量 所以要把那个座椅拆掉 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不是后来好像也是 遭到一些批评的声浪 那这个部分的话 怎么会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提出来 那这个到底可不可行呢 应该是这么说 针对这个议题 最早是针对文湖县 它在特定区间会有涌塞的情况 然后在世界各国的地铁 我们可以看到 在门口附近很多都会设成折叠椅 然后所以最早我们提出来的想法 还是认为说 或许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 就是把一部分的既有座椅 调整为折叠椅的方式 也就是在尖峰的时候 它可以占更多人 离峰的时候 这些折叠椅放下来 可以提供更多的座位的一个方式 去做处理 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说 要整个全面拆除椅子的这个想法 然后在这个想法 也跟捷运公司做过一些讨论 他们是有提到说温湖县本身的列车里面 有很多集电设施是放在椅子下方的 所以其实可以调整的座位数不多 其实如果说做个微调 大概顶多减少7%的座椅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团医师会建议说 那可能就针对门附近的座椅 直接那几个座椅裁掉就可以提供更多的空间 所以当时也有这种短期 对媒体的一个想法 只是说可能是市府这边对媒体的说明不够清楚 所以导致很多居民还有民众都 都以为说文湖县的椅子都会不见 而造成比较大的反弹的声浪 所以其实整件事情就是希望可以在短期措施 就是有一个可以让文湖县的运能加大的方法 然后可是在后来的实际执行 我们还是优先选择做加密班次 也就是把尖峰的班次从85秒 现在是减到80秒的情况下 先来做一个书解 然后至于说长期可能就是配合文湖县的一个极电系统 还有车辆设备调整的一个时间 或许因为其实现在文湖县的车站设计 是有六阶车厢可以容纳的长度 实际营运的车厢现在是三阶 四阶 不好意思我讲错 是四阶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或许配合整个车辆系统的开换时程 以长期来说是可以 是有空间去检讨列车的车厢书 这个是比较长期的做法 就等于是加挂车厢 那但是它密集度来说的话 其实80秒 尖峰时间80秒 已经基本上应该是上限了 以目前实际营运情况是已经接近上限了 是 那就是针对就是刚刚就是科长有提到一些 就是增加就是大众预助的工具的使用的 这个部分的话 那不晓得说议员 你也没有什么样一些建议或是想法的这样子 其实你要增加量 那一定是就是你在这个价格上一定要优惠 这个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经济学的观念 我们希望市长能够有 你至少价要降 然后你量就会起来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就赶快做 那刚才听到科长讲的事情你看 他们绝对是有花时间去研究 甚至这个提案一直到研究出来 结果看可行不可行 让市长知道之类的 这个绝对有在做那个评估 时间也都下去 就说那个椅子要拆的问题 然后后来你做了这么多之后呢 后来说不可行 是不是浪费掉的时间 对 那加挂两节车厢的案子 看起来就是比较有效果 效果比较好 那我花这样子的作业的时间 如果把这个赶快先达成的话 那是不是效果快很多 马上就能够输解至少百分之五十 你四节变成六节 你就增加百分之五十的运量 那是不是很快 对不对 所以你作为首长的人 你要把优先顺序定出来 然后你要看那个评估的效果 之为末节的事情不要去 不要让这些公务员去 时间花在这个上面 效果大的先做 案子大的先把它做 因为即使是这些事情要做 都要花时间 所以我是希望就是说 赶快集中 因为这个繁星点点的意见太多了 大家现在天马行空 什么点子都有 然后他要你去做 他要你去评估 他要你去实验 这个都太花时间了 赶快集中在大众运输上面 怎么样加 让大众运输能够达到更大的效果 我觉得是希望说师傅 还有我们师傅的同仁 就这个重点下去做 效果会马上出来 不然你研究一大堆 你这个也想要 那个也想要 到时候就反而是 那个效果出不来 对 就是把人力放在这些 用在这些刀口上面 确实把它 因为真的像刚才议员讲到说 如果增加这个捷运的车厢的话 马上就是可以提升50%的一个运输量 其实真的是效果是非常的大 那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 然后最后我们也请两位来宾做一个简单的捷运 那这个部分我们先请科长这边先做捷运好不好 其实就今天的讨论 其实我们交通局一直是认为说 内湖这边的交通问题 大众运输的优先提供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除了刚刚提到的捷运 无论是公车系统 还有那个开辟新的公车 或者是公车费率调整 这一直都是我们在处理的一个重点 然后再来针对内湖的部分 可能也需要大家一起来配合说 当政府提供的资源 无论提供的什么 都是资本或者是金钱的一个投入 所以同样也是希望说 内湖这边的居民可以一起来 一起来就是多运用大众运输 来共同达成说 我们一起来改善内湖交通的目标 是 谢谢科长 那议员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大家都比较寄望政府 那其实民众当然也可以从自己做起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要改变民众的习惯是不太容易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同情的习惯 那要改变是不容易 那这个是要花时间 要比较有规划有配套 那这个是 这是会消耗掉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工作的能量的 那希望就说这个政府真的 处理这个问题一定要大方向着手 大方向着手 能够收到很大的效果 那因为你要去改变民众习惯 你想想看要花多少的力气下去做出案子来 让他能够认同去做 我觉得这个在时间上 在效益上太不境界了 是 谢谢议员 那其实虽然内科的交通问题是由来已久 也因此更需要政府提出有效的一个解决方案 来去减少上班族和居民浪费时间的一个时间成本 那也才能够让整个产业更加的提升 那今天非常谢谢吴施政议员 以及黄慧如科长来到我们的节目 那也谢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 头家看台北我们下次再会 真正的环保标章啊 想要做环保标章 可为什么丢了省资源 环保标章这个标准 笑哦 好漂亮哦 家庭收支调查开始咯 即日请就在全国进行抽样调查 你好 我是家庭收支调查访问员 你好 访问内容是什么呢 有以下五大象哦 为什么要调查呢 是为了制定更好的社会福利政策 造福你我啊 这是我的证件 这是公文 那我们的公文 保证不外泄 我保密您安心 敬请支持家庭收支调查 搬家时您找的是合法业者吗 合法搬家业者应使用绿底白字的车牌 并注意是否有汽车运输业的营业执照 职业驾照 以及贴有货运工会印制的搬家货运职业贴纸 消费者应与业者签计 签订 搬家货运定型化契约 保障权益 合法营业货车 安心有保障 现在有货到的时候 发票开格了 我们都已经那么便宜了 没在开了 货运时你找的是合法业者吗 合法的货运业者 应使用绿底白字的车牌 并注意是否具有公司执照 及货运营业执照 还有职业大货车驾照 消费者应与合法业者签订托运契约 才能保障权益哦 为了保障合法业者 监警联合取缔非法违规营业 合法营业货车 放心送到福